这个是叫戴上金箍忘记他的人 同学问我说老师我学习总是容易分心 无法坚持有什么好方法 我也容易分心 这个分心的原因还是 一个是学的内容恐怕没有足够吸引你 然后再一个是还是心里比较杂乱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读一本特别是一些枯燥的理论书籍读不下去 读两页就想扔掉了 但是到现在呢 我觉得读书就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其实读书比较幸福 就是你可以看别人用了特别大的精力和努力 然后向你给你呈现他的一个东西 所以因为写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读古人的书的话 其实就更是一种和古人的对话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要读经典书籍呢 就是因为这个经典的书籍都是一些能够留下来的 都是历史上的一些好的或者精华的东西 那在读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觉得就是可以说是站在了一个巨人的肩膀之上 把别人很多多一生的这种经验或者是学识的总结 这么轻易的通过书来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东西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当你学习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是最难的 就是进入这个学习的状态是最难的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说 好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礼拜 我什么都不玩 我就坐在这里学习 其实自己就已经产生了情绪上的这种抗阻 不用下那么大的决心 说好我就今天我就先学半个小时 我把这半个小时利用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做点别的 就是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 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一旦学习开了 恐怕就不是半个小时了 我们曾经有一个学者 给我们分享总结 说你如果写一篇论文的话 这个论文确实开头很难 但是你就告诉说 今天我就写三分钟 其实一般呢 就是这种散的时间 是很难利用起来的 我觉得写东西一般是 以四个小时为单为起 否则你这个逻辑很不连贯 所以如果今天的这个时间就很短 我们一般就放弃了 但是这样实际上 你就放弃了很多的时间 那我今天就先写几分钟 或者我先学半个小时 但是你往往会超出这个时间 然后这种时间慢慢地积累起来 你能延续的这种学习的时间 或者你能保持的 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就越来越长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多方面 一个是练习 另外一个是让自己在精神上 简单一点 活得简单一点 想得少一点 集中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